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正博天空新闻台 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401集的播出 先调一下背景一下 这个快要到圣诞节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很热闹 很欢愉的气氛在里面 我们看看今天给大家的背景图 圣诞节的气氛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 为大家播放的是 绿财神的新咒 我们期请根本传人大家持 期请绿财神放光铸照 一会儿 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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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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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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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将巴拉 奖骨索哈 王爹巴拉 江湖所哈 王爹巴拉 江湖所哈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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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歌很熱鬧對不對 王爹巴拉 江湖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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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balá Jambu-sahá 现在为大家做网路直播分享 Om Jambalá Jambu-sah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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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GH had open 王昌把拉 降降索哈 王爺巴拉 江湖索哈 Om Jambalá Jambu-só-ha 像是绿财神星咒 Om Jambalá Jambu-só-ha Om Jambalá Jambu-só-ha Jam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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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Jambalá Jambu só-ha 欧将巴拉 请不说哈 欧将巴拉 请不说哈 Om Jambala 將 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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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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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发财 王詹巴拉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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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詹巴拉 江湖 江湖 王詹巴拉 江湖 江湖 好 把快樂的音樂關掉 大家好 這個是綠財神星舊 今天的背景畫面喜歡嗎 快過這三天就聖誕節了 祝大家晚上愉快 當然對 J.Forky說冬至愉快 Litha John Amyn Pudeno Diamond Gamfong Lee Garren Lin Alistun綠財神星舟很好聽 陳正鋒 Mong & G Lim & Lee 你好 Juan明達 Dio HK Y6Go 許輝玉好熱鬧的歌 Jennifer Way Richard Jean Wanna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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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印尼的 许慧玉 雪莉莉 还有J. William 李彩琴 冬至快乐 Edistan 发大财 冬节快乐 很漂亮的圣诞书 等等丢 王国会贴了功课 联签 刚忘记五十遍 往圣诞书五百遍 哇你的功课 几乎每天都是固定的 许慧玉 冬至发大财 Elisa Jane 等等丢 问候大家了 J. Foggy Emile Boudino J. E. Logue 其他的都念过了 Vivienne Jane 祝贺 祝贺上师冬至快乐 吃汤圆 今天有吃汤圆 那明天在台湾的当事 应该有吃到汤圆吧 张妙柔 正名达 Angeline Lisa Jane Lishong Han 王立场 刚忘记三十遍 念诵回向平安2.5 好 那这个空无推散 我看到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我这个打开一些 哇 这个 陈灵珍说 上师明确指出 现世人心的危机 指注重外表的表现 其实是内在修行才比较重要的 黄玉珍 感谢我们的团队 那昨天是400集了 今天是401了 播出不简单 300多集才加入 那这个黄玉珍珍喜 时间许可 等待师尊文集播出 跟随师尊的心不会退转 Lisa Jane 感恩是否大家词 还有感恩 我们 这个 就是五等物 物认写者闻名 是要懂得明察秋毫 那这个莲花猴雨 是得到梅花正书 谢谢你们的参加 黄玉珍是大悲咒诗 九遍七经十一遍 上师短咒七遍 傅施灵师姐 正明达 祝上师东师快乐 吃了汤圆就老了一岁 那我就是55岁了 人生已过半百 立兄黑师王立场 刚王亲三十遍回向 祝大家冬至愉快 这个前面那个圣诞树的 那个签讯很像汤圆 每次到这个十节 很多的line 很多的脸书群组 就在问候大家 吃汤圆了没有 好 那这个今天跟大家 在介绍鬼子戏 与这个 几个阿飘在讲话 的故事 这个出自于师尊文集 《忘忧国的神行》 那神行的里面 师尊听到三个阿飘 在讲话 第一个阿飘讲 这个有钱的人的钱财 都是不亦之财 应该会有现世报 然后另外一个阿飘讲 让他翻船吧 嘿嘿嘿 第三个说 让他别墅失火吧 嘿 那那个 让他翻船的那个旁边 讲说 哎呀 最不至于此 那让他 那个别墅失火 坐的房子失火 另外一个鬼讲说 哇 那会伤到无辜 最后一个阿飘就讲 好吧 就送他一个秋秋 嘿嘿嘿 秋天的秋秋秋 那秋秋是什么意思 刚开始师尊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秋秋啊 后来呢 哇 这个鬼呢都 这个 他们的很仔细的讲的话 都被师尊听到了 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富豪 这个有钱的人 他得到了不义之财 然后呢 他也这个多行不义 又好吃 贪财贪色 然后呢 旁边的护法 早已经走掉了 但是呢 要给他降灾难 又怕伤到无辜 所以呢 后来他这个富豪 遇到了坏人 坏朋友 把他带到酒家 这个酒家的小姐 一个很漂亮的 腰很细 身材 婀娜 多姿 皮肤 白里透红 眼睛会叮叮叮叮的 这个是我家上去的 那个酒家女的小姐 就叫做秋秋 哇 然后呢 这个富豪一看 哇 这个小姐那么漂亮 两个眼睛瞪着 都 那个眼球都快要冒出来 哇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小姐 于是想尽办法把这位秋秋小姐 把他娶回家 这个富豪呢 娶回秋秋小姐 对不对 当然跟家里的太太孩子 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这个分家了 而这位秋秋小姐 自始至终 有没有帮助这个富豪呢 也没有 想尽办法掏空他的财产 把这个富豪他家里的财产 变成他自己的名下财产 然后最后跟人家跑了 富豪这下子 真的是人才两空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女生的灾祸 女祸 报应在贪字 贪的上面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不但是伤身而且伤财 不但修行者碰不得 一般的人也碰不得 是非常的厉害的 好这个就是鬼子细语 所以呢 这篇故事里面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 这个 不要羡慕有钱的人 这个人呢 从没有钱到变有钱 对不对 那这个心就会比较放异 但是呢 从有钱到变没钱 那心就会比较苦 那当心在骄傲 在放异的时候 自己要警惕 这个福豪来得太快 灾祸也就在后面 那福豪太大的人 有的太漂亮 有的太有文才 太有变这个变才口才 或者太有钱 对不对 都容易在后面就会有灾祸 所以呢 圣人常常是 这个 好像是真子吧 这样 我们人每天都要反省自己很多遍 五美日三行无神 这个 我们既然很难去接受别人的建言 不过呢 自己要去反省说 你在这一天的里面 有哪些念头是不正确的 那你在外面的行为 可以欺骗人 可是呢 却骗不了自己 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一起心动念 发现自己的念头是不对的 具有毒性的 具有仇恨的 具有贪嗔吃色欲的 都要马上在第一个时间警醒自己 尤其是福报太大的 有钱的 那前呼后涌 后面有些朋友会巴结你 可是他对你好 是真的是你人好 人家对你好吗 有时候人家是有所求的 有所要利用你的 那自己呢 本身自己要站得住脚 自己的戒律要非常的严格 要严格的遵守 所谓物以类聚 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就会跟什么样个性的朋友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富豪不能够怪说他的朋友 把他带坏 是自己本身自己的习性就会沾染 就会这个召集了不好的朋友 或会引发这个业报 那这个富豪呢 在福报最大的时候 其实旁边几个阿飘已经在讲 他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人呢 没有永远的好 也没有永远的坏 只有心地 纯正善良 那依照着根本上师所教导的路 知识的走 守戒 那才能够让你 那个每一步都是 这个 一滴草 这个 一点干路 一滴草 对不对 一滴草 一点路 就是脚踏实地的 一步的去走 才不会有危险 好 这篇就是鬼子戏鱼 哇 慧君上帅 晚上好 许定华你好 Catty Branagh 还有 修丁 修金 何文彦 郑明达 多行不义必自弊 Majenima 谢谢你 冬至快乐 Lisa Ling Yomelai Vivian Chen 上师 你跟你的孩子 在12月27号 到台湾那样式 参加师尊的传法 10月28号 与佛共餐 今天是12月20号 21号 哇 所以一个礼拜之后 欢迎你来哦 丹丹丢 莲花旋风 杠万金十遍 金母新咒1728 还有师真 新咒1944遍 艾丽丹 上师 还很年轻 我是10岁 54岁了 过了年 就是55了 哇 年过半百 尤美赛 黄玉仙 大悲宙斯 九遍 心经十一遍 好 那还有 哇 同盟都不断的报名上来了 Susan John 还有艾婷 尤美赛 莲花玉莓 四家心仪台 地上经一部 上师星咒 五千金母 大白散盖 蛇轮金刚歌 108 丹丹丹丹 哇 Lisa Jane 写下 写了诗 祸福 难料 控制心 福来不懂 积善行 造月福 报 静祸 灵 也是人生一个苦劫 好 可会写诗 阿厚 还有 江金正 好 晚上好眠 微君够 谢谢大家 祝大家冬日快乐 明天吃汤圆就都长一岁 那下一篇呢 跟大家介绍的是 师尊跟姚齿基姆 谈吃什么吃亏 与基姆谈吃亏 在神行的时候 师尊很难得可以朝理到 姚齿基姆大天尊 那跟姚齿基姆呢 琴法 那姚齿基姆是师尊 天上的妈妈 那个 师尊呢 请问他天上妈妈 也这个修法的重点 然后呢 这个 谈了很多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他就请问基姆 说 我这个师尊是否要学忍辱 忍辱 别人欺负你 毁谤你 那这个 自己的心是不是入入不动 把它忍下来 然后呢 要求基姆怎么讲呢 是不是忍辱 要求基姆呢 讲的更高超的境界 对不对 是超越忍辱的境界 姚齿基姆讲说 不是忍辱 是自然 哇 为什么不是忍辱呢 明明人家欺负我 对不对 那我要忍下来 还有一个忍 对不对 忍的当下 还会觉得说 对方不对 这个不公平 那我吃亏 我委屈求全 可是姚齿基姆却讲 这个不是忍辱 这个是自然 除了忍辱 还要明白自然 原来呢 所有家住在你身上的 都有过去的因缘 过去式的缘结 也许把它当做是人家欠你的 或者说还一个因缘 还一个因果 所以姚齿基姆讲说 这个都是很自然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所以不是忍辱是自然 那时代就问姚齿基姆 那这样子是不是自己吃大亏了 姚齿基姆讲 不是反而进入更上层的境界 哇这个境界更高 因为呢 连那种自我 还有怨恨 还有公不公平 那委不委屈的心都没有 那这个解释是非常容易 可是呢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我常觉得呢 我们再讲一个道理 讲得非常的轻松 可是呢 你忍辱过吗 委屈过吗 被冤枉过吗 那你那时候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你看到别人被委屈了 受委屈了 你会不会觉得说 那个不关自己的事情 就让他活该 所以人呢 事不关己 关己则乱 觉得那个是别人的倒霉的事情 就跟自己没关系 但是呢 跟自己有关系的时候 自己就快发疯了一样 所以呢 所有周围众生所遭遇的 你都要看成是借尽 还是最终还要祝福他们 慈悲习生 希望他们一生都非常的喜乐 好 那Yuki Joe Yuki Joe 说什么 莲花鹰鹿 对不对 刚王金四十九遍回向 君观旦 还有 Majenima 上师画面很美 祝福师人师母上师 圣诞节快乐 祝大家冬至吃汤圆圆满 我是不是应该买 买一碗汤圆来自己庆祝 那时候 这个我刚来这个师尊 他们那边上班 然后师尊刚从美国回来 那个师尊师母刚从美国下渡回到台湾 每次都会常住半年 然后我就打开门 欢迎他们 师尊就看到我第一句话讲 篮球丧尸 嘿嘿 巧了 因为头圆圆的 像一个篮球 嘿嘿 那这个 今天冬至呢 圆圆的像汤圆 嘿嘿 跟大家开玩笑了 首先这样 刚刚看完 彩虹这首歌的MV Be what John Calvin Ong 乙兴 哇你好 刚刚去洗完澡 东西快乐 你大家好 我今天吃了汤圆 我今天吃了汤圆旁边的汤 蔬菜汤 我觉得那个铜蚝 台湾的那个咸汤圆 是用那个旁边煮咸的 上面会撒上铜蚝 蛮喜欢吃那个铜蚝 好 好 彩虹祝 圣诞节快乐 还有灰菌狗 阿红 这个还有谁 吴立青 麦一杯 军冠蛋 大家吃汤圆快乐的 祝吃汤圆的快乐 圣诞节的快乐 天天快乐的 还有生日快乐的 还有想要快乐的快乐的 好 那就是姚池基母讲 这个不是忍辱 是自然 而且这个是最上乘的修行 那师尊就问说 接下去就问姚池基母 那我的眷属呢 对不对 那师尊的爸爸妈妈 已经在天上了 那师尊还有师母 还有佛亲 还有佛妻 还有他的家人 他的眷属呢 姚池基母讲 镜中花 水中月 这个镜 这个我们直播反应的 这个花 拿走了就没有花 这个读书会呢 现在看到很热闹 等一下也就没有了 只是能够看到重播 对不对 眷属 亲戚的眷属 就像镜中花 就像水中的月 他只是反应而已 他只是因为因缘的现象 而反应团聚 可是因缘 散了之后 也就跟着散了 所以如镜花水月 那师尊又问说 那我那些圣弟子呢 姚池基母讲的更简单 一个字 缘分的缘 你所有的弟子 也是跟你是缘分 有缘就聚 没有缘他就分散了 哇那 师尊又问姚池基母 那我的钱 金银 钱财 房子土地呢 姚池基母讲 那是虚幻的 那是要闭关还是出关 姚池基母讲随缘 姚池基母也不规定师尊 一定要闭关 还是一定要出关 姚池基母是这个 世线很自然随缘的大罗金仙 其实我觉得 师尊在问姚池基母这个问题 难道师尊不知道吗 有时候师尊跟基母是一问一答 师尊是为所有的众生来问 姚池基母为所有的众生来回答 表面上是师尊问基母 其实是为天下藏身一问 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呢有很多事情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常常会觉得感触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们的眷属 我们的家里的周遭 种种种种 明明知道是虚幻的 可是呢 在这个我们很亲近的这个 在身上周围所发生的经历 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深刻 所以要是基母的回答 要我们要顺其自然 要随远 要随顺 虽然呢 知道了这个道理 那我们一起跟师尊跟姚池基母一起努力了 好 然后师尊又问姚池基母一个更大的问题 他说呢 华类劫累世以来 师尊自己犯了多少的业 要求基母讲 业报之事 处之不尽 一一解之 成佛作主 如果你想知道释迦牟尼佛的因果 你去看如来的释迦牟尼佛三藏十二不经 大藏经里面的本身经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当过相王 猴王 陆王 也当过大阿修罗王 他也当过天神 当过很高阶的 也有到过地狱的 哇 那这些 所以你要讲 光一位释迦牟尼佛 就有这么多转世 那你再问看我们师尊 法王大传说 法王大转世 对不对 师尊的书里面也写不尽 都写不完他的转世 还包括还有什么 他是大祖师的转世 阿底霞尊者 那个皇教的祖师 宗卡巴大师的转世 他是六祖的转世 摄利佛的转世 甚至于那个三皇五帝 大禹的转世 有很多这个 很多圣贤的转世 那他这个 这么多的转世 有结各种的缘 所以呢 真的是讲不完的 但是能够明白 所有的转世的源头 还是从最深的宇宙意识 所变化的 能够明白回到源头 还是最重要的 那你能够明白回到源头最重要 就能够成佛做主 这个是我的体会了 好 所以师尊讲 凡一切的屈辱的事情 怎么样呢 受冤枉的事情 姚持基姆讲 随他去了 那师尊又请问 姚持基姆 世界上最大的坏事 最大的恶事是什么 姚持基姆讲 发明杀人武器 杀人的细菌 仍然是杀生 哇 所以呢 这个 某些国家 国庆日 对不对 展示他们的飞弹 洲际飞弹 来展示国的那种 这个power 对不对 这个国家的power 这个国家的武力 这个国家能够好像要保护自己 可以侵略别人 可是姚持基姆讲 那个是最大的恶业 还有呢 生化武器 对不对 打了一个子弹 然后子弹里面 有千千万万亿亿 无量的瘟疫跟细菌 一降到那个地区 让所有的人 马上生病 而且呢 在一系之间都死光了 这个是很大的恶业跟杀业 那 所以这个 师尊又请问姚持 姚持基姆 世界上的人 世人最阻碍修行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修行人 大部分都被什么 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 来阻碍我们的修行 姚持基姆讲 贪欲 贪成吃的贪 贪色 贪财 贪明 贪力 贪我 还有贪种种的 一切从这个三读里面 第一个就是贪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贪 你就没有撑 没有撑就没有吃 所以贪神吃 三读里面 以贪为第一 最阻碍修行的 包括贪法也是 那世尊跟姚持基姆 简简单单的几个对话 由此来看 圣贤的想法 跟俗世的想法 两个非常大的 好 相差极大的层面 是圣是凡 就在其中 有情无情自己拿捏 好 这个就是世尊第二 这个跟大家介绍的第二篇 与金木谈吃亏 好 我们来看同门 哇 郑明达说 那国家购买最新的武器 又怎么说 卖人家武器的国家 又在赚人家小国家的钱 但是卖武器 给人家的那些大国家 其实在背后 他做了一些动作来分裂 人家小国家的和平 所以这个政治是很黑暗的 都是那个财跟利 名利挂钩的 所以小国家要有智慧 这个最好是不要去炫耀 最好是这个安分安定最重要 好 Yong Ling Jane 再来是 榴莲汤圆 不是每个人能够接受 在讲榴莲汤圆 Jong Kim Jong 好 阿底下阿佛 义美公司想要的话 榴莲汤圆 你们在讨论 芝麻汤圆 还是花生汤圆 东梅 你好 瑞良 哈 江佑 你好 秀金 天 对不对 下来是 下午去买极冻虾 三文鱼 芝麻 花生汤圆 明天做午餐 读书会讨论汤圆 明天我才知道 好 雨昕 季木有时候还蛮慈悲的 不会很严肃 好 他在讨论那个唐原的 Julia Sheer 你好 还有 防卫武装 也是 也是 恶嘛 那有伤害众生的 都是恶的 好 陈明达 你好 你好 还有这个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军火 都会来往 都是钱财在挂钩的 好 东梅 陈明达 还有 这个 刚刚还有谁 这个 这个 Julia Sheer Janice John 王 王 Richard 对不对 好 其他同盟都上来了 还有Dan Moy Moy Dan Moy Moy 好 那 这个还剩几分钟 还剩下25分钟 继续跟大家谈叉叉的事情 大英三 这个叉叉 喜欢说谎的 那他又讲了什么事情 他讲 他 这个西游记里面 这个 常常保护唐三藏的 叫做孙悟空 可是这一篇呢 不是讲孙悟空 题目叫做悟空 为什么叫做悟空 那叉叉会悟空吗 好 先介绍这一篇 然后呢 就是在 师尊读了叉叉的月刊 那 反正呢 就是文章的大意 就是说 莲花生大士 他下降在虚空中显现 莲花生大士就问 叉叉你在哪里 那有同门回答 在这里 在叉叉堂 那鬼婆 叉叉也讲 我在这里啊 于是莲花生大士说 你还有我职 你这事不能够成就 莲花生大士又第二次 又问叉叉你在哪里 同门就回答 此生之中 在这个身体里面 在修法里面 无我 莲花生大士又讲 你还有我职 这一事不能成就 那叉叉保持沉默 莲花生大士又讲 你还有我职 这一事我就不度你了 然后 叉叉就讲 今天这个感应起因 是来自于他修法的时候的念头 在观想莲花生大士 那 叉叉讲 他其实可以跟很多的佛 菩萨护法感应交通 然后呢 只是跟莲花生大士的频率 比较 无法相应 再来第三次 莲花生大士又问叉叉 你在哪里 叉叉说 我在你的心里 莲花生大士说 你还有我职 第四次第五次 莲花生大士问叉叉 叉叉都没有回答 最后叉叉讲 莲花生大士已经找不到他了 感应不到他了 看不到我了 看不到我了 这个就是领悟 那师尊看了这个文章 哈哈哈哈大笑 这是在问 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 叉叉就讲莲花生大士 问了叉叉很多遍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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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的心里 我在你的身中 我在你的伯瑞里面 我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见性的话 那最后呢 叉叉是讲说莲花生大士 最后都找不到叉叉 也叫不到叉叉 然后 这个叉叉说 这个叫做领悟 是真的领悟吗 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 告诉你这个感应 你会觉得很有道理吗 你会觉得很有说服力吗 对不对 哇修道连神佛都找不到你 佛菩萨都找不到你 那这个呢 是不是就叫做无我呢 所以世尊看到这个叉叉写的所谓 他的领悟 世尊看了却是哈哈哈哈大笑 哇 那世尊讲说 鬼婆最后的领悟 居然是莲花生大士 找不到他了 叫不到他了 看不到他了 世尊笑他什么 鸵鸟式的领悟 把头埋在沙堆 就以为人家看不到他 这个不是领悟 这个是错误 以为看不到 其实是谁看不到谁 对不对 当然那莲花生大士 也不是莲花生大士 是这个叉叉的那些鬼所变的 所以叉叉自己自言自语 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就是跟佛菩萨在这个交通感应沟通 其实都是叉叉自己想象的自言自语 所以世尊讲这段话 鬼才相信 那世尊在最后他讲 据我所知有三种人 第一个是大成就者 第二个是精神病患 第三个是说谎家 才会这样子 当然叉叉是说谎家 从叉叉的行为 诈骗 狡诈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对不对 莲花生大士如果问世尊 卢师尊 你在哪里 师尊怎么回答 他说 卢圣燕是谁 不讲无我 也不用讲什么无我 也不用讲空 直接讲心 对不对 那卢圣燕是谁 卢师尊 卢某某是谁 你在哪里 还有我在你心里 对不对 这个叉叉叉叉 我在你心里 我在你旁边 我在哪里 还有我我我 对不对 那马上那个语病就抓出来了 那师尊是直接心对心讲 你在讲谁 对不对 表示 连自己都没有了 那你在找谁 在讲谁 好 这个才是真正的题物啊 就是这一篇很好玩 对不对 叉叉的 然后呢 下一篇是讲什么 讲这个 心地善良 因为观音墙讲过了吗 啊 观音墙还没讲过 不过我先讲一篇 心地善良 哇 罗丽华 还有谁啊 以心 这个叉叉会不会 他也会说领悟 那么 辛小琪的醒悟 多么痛苦的领悟 安妮 还有 防卫武器 其实没错 错于利益问题 当然没 但没没 好 谈心地善良 啊 然后呢 叉叉呢 有一次在她的月刊 开始 讲师尊 他也会拿师尊的开示来讲耶 说哇 这个当上师的条件 就是怎么样 要心地善良 要传音波 红法 传法 红法 要护持宗派 要护持 根本上师 那这个呢 心地善良 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但是八十岁的阿伯都做不到 那不会跟人家计较 不会斗争 能宽容吗 别人做错 要给人家机会 哇 这个叉叉讲 她多年以来 她常常记住这一点 要心地善良 自己的念头 有没有无名 有没有忘直 要转化成光明 亲近 如何才是心地善良 那这个叉叉认为 心地善良的人 是容易原谅别人 包容他人 然后 关怀他人 注意他人 而且永远要温柔 柔性光性的 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绝对不会有害人的心 永远要想别人都好的 别人的对的积极的一面 那叉叉写了这个文章 大家看的是不是很正面的 那师父看到叉叉写的文章 叉叉的这个文章 灯在叉叉的月看 师父看了也说 哎不错啊 心地善良 那他的开示也是讲心地善良 这篇文章其实没什么好评论的 可是师尊还是要讲几个重点 第一条这个 在一个两岸和平显密圆容的法会 哇对不对 要杀几个人的事情 哎那这个怎么讲呢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为什么 这个叉叉要供养乌鬼 来侵犯师尊 有一次师尊在睡觉 十月大概在两年前 睡觉的时候 叉叉用鬼 招请他的鬼来 这个要杀害师尊 后来是师尊嘴巴出来 那个大力金刚 还有不动弥王 然后呢 哇叮叮叮叮的 那个声音就像门 门在弯那个门的 门被风吹的要弯的那个声音 很大声的 那你心地善良 会害自己的师父吗 心地善良 会讲师父几岁往生的吗 心地善良 你还讲说十八年了 差差十八年没有供养师尊 不但没有供养师尊 还把同门供养师尊的钱 完全都吃下来 这个叫做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的话 连八个月的婴孩都叫人家堕胎 这个叫做心地善良 说谎 所以师尊讲 差差说谎 一流讲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所以呢 师尊最后的结论 告诉差差 你的心被狗吃了 你的心地是被狗吃了 心地善良 讲也讲不完 还有一篇呢 讲到观音墙 还剩下十五分钟 赶快跟大家解释一下 也是叉叉的月刊里面 讲到说 叉叉这个 在一九九七年的五月的开始 讲到叉叉大学 叉叉大学的缘起 文中有讲到七生雷千朵莲 叉叉的千朵莲花 一朵莲花是一千块美金 十朵就一万 那二十朵就两万 然后呢 如果是一百朵就是十万 对不对 依此类推 一百朵是一百万 反正美金 所以他的莲花都是钱堆积的 然后呢叉叉有讲他 那边有个墙 叫做观音墙 哇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有观音墙呢 在一九九六年四月 然后呢叉叉一进到这个叉叉的学校 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讲我来了 那叉叉说你在哪里呀 那观世音菩萨又讲我来了 其实是鬼来了 然后呢叉叉就看到观音墙里面显现了观世音菩萨 下面还有一条非常清楚的龙王 龙王的 所以呢就是一面墙 有观世音菩萨下 有那个花纹 就是说那个墙有时候有各种的纹路 那那个纹路呢很像观音 那下面呢很像一个龙王 那叉叉是这样子跟人家讲 然后呢叉叉又讲说观世音菩萨 微笑的对他说 从今天开始真佛密法浦阳光大 你好好的去做带领大家好好发挥 慈悲喜舍发扬真佛 这个叉叉是吹牛吹的很大 师尊呢对于这一段开示 他是有意见的 他说呢那个墙很多人去看 很多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很多人看到 比如说呢你这个像有时候去吃厕所 厕所的瓷砖 他瓷砖就有不同的花纹 那你把那个花纹看成是什么 什么动物的脸或者什么菩萨的脸 或者什么形象 对不对 随人想象的嘛 对不对 那师尊也曾经到过 叉叉所谓的观音墙 用第三眼去看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灵 只是一块大石头 但是呢那时候很多人都迷擦擦 弟子就问师尊看到什么 师尊呢做了一个很圆满的回答 他说多多 很多东西多多 那弟子呢就以为就是这个答案了 这个弟子有时候要智慧去想 那这个 这个石头的纹路很多 也是多多 那弟子呢用想象力去想这个